你这位来干嘛呢 我这位来就是 主要想在随个这儿 多了解一些关于 雨水节气的一些知识和东西 一个久留后 对这节气怎么感兴趣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 既然有传承 它有它传承的原因 和理由的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 现在的年轻人 也能够多多地去感受节气 中国所有的节气呢 它其实都是会议的 就是表达一种意思 有一年经浙 大家都醒了 对吧 立春呢 就今天开始 春天来了 雨水呢 其实也是一样 雨水作为第二个节气 它本意就是从现在开始 降雨越来越多 降雪越来越少 一年其实从它开始 你就可以这么地感受 就觉得这一天 开始慢慢变暖了 这一天开始有了希望 这一天可以有了一些期盼了 生根发芽开始了 对 就对农民博来说 期待期盼的新的一年 有一个好的收成 对我们工作人员来说 希望今年工作顺利 然后身体健康 或者这种 一个好的开始 有一个非常轻松的东西 对我当时经济 在我的生活生活里 并且 这样 因为我当时就 还有身体健康